機車騎在北深路上 正是拋一聲一個彈跳 騎士當場重摔在地 不仔細看這一摔 還以為是北半島 不過再看一次 機車右前方一輛轎車 臨時停車相當外側 左前方藍色貨車 沒有打方向蹬著右轉 騎士車尾被這麼輕輕一碰 當場摔飛出去 27號新北市深坑 這名騎士被這麼一擦撞 只能送一救治 而在汐止大同路 同樣也是小擦撞成了飛人 下班時間車潮湧現 就在大同路 機車引到前方 騎士右邊後照鏡 勾到旁邊阿伯載運的貨物 釀成摔車 原本路幅就不寬的機車道 碰上載運貨物 馬上出狀況 機車負載物品高度 不能超過駕駛人的肩部 寬度的部分 不能超過把手外援的10公分 貨物沒有符合規定 指向高度已經超過駕駛人肩膀 寬度也超出兩邊後照鏡距離 依法可以開罰最高600元罰單 還好兩起意外 騎士僅受到輕傷 但保持安全距離 瞭解路況 才能降低照時發生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